在全世界有關全民健康保險的國家裡面 我想台灣是表現非常的獨特 因為它的涵蓋率達到將近百分之百 在所有的統計資料裡面 大概就比較容易能夠了解 第一個到底有多少人來參與這樣的一個 醫療費用的使用 那從這方面的分析 大概第一個可以知道多少人 第二個是多少 多少錢 如果從這樣的分析 我想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健保當然是要減少貧富的一些差距 或弱勢族群的一些照顧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 比如說大部分的錢 比如說70%的錢 是用在這個照顧有糖尿病病化症的病 可是這樣的病人占不到一半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把更多的醫療資源 放在這個所謂的預防性的這個措施上面 讓大部分還沒有發生糖尿病病 能夠享受更多的這個醫療服務 那或許我們可以減少糖尿病病化症 能夠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 那這個是一個研究上面 我們覺得最值得需要去推廣 或說給這個我們正恩指導的一個概念 我想這個是我們編傳 這一關Diabetes 台灣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緣起 這個問題就好了